大家好 欢迎来到台北大巨蛋 富邦汉将Go Stronger Go Han 在今天 富邦汉将要跟台冈雄鹰 进行周末三连战的第三场的比赛 富邦汉将战不不胜 Go Go Guardian 坚持到底 守护希望勇敢前行 Go Go Guardian 飞跃顶峰 我不是汉将战不不胜 第一局的投球都很值得观察 揮棒落空 在中职的第一个人次 就是以三阵展现了他的控球 昨天有twitch的朋友告诉我说 这个联合啦啦队的舞蹈 叫做出局舞 哇 引诱到了 然后在武传一蕾完成了三阵 可以在YouTube里面查到一点点的讯息 因为你不容易在实战场上感受到他 其他要对战的球队 跟我看到的影片可能差不多 是吧 回报落空 在第一局 藍丽就投出了strike out的赛 真的是令人惊艳无比的藍丽 稍后来看暗将一局后半的进攻实况 Go Go Guardian 坚持到底 守护希望勇敢前行 Go Go Guardian 飞跃顶峰 我不是寒假战 五五山 十天到十四天之间 对 这球就是安打了 打在右半边形成了一个安打 而且 通过一蕾之后 是打 王国璇很快地把球给控制住了 他即使面对左投手呢 也有非常好的击球能力 这个球在空中的时间停留的比较久了 王国璇已经就位 完成了接球 一出局 哇 走了 结果 安全的进站 对 因为这次是吴念廷进去 那吴明洪的传球 让吴念廷呢 没有办法去做一个tack的动作 起跑时间抓到了 所以这一球传到二蕾的时候 已经安全上了 嗯 没有做tack 稍微低了一点点 那现在是满球数 揮棒 遭到了三阵出局 这个场面 勇于对决 张玉成 哇 这个进蕾位置精彩 那一脚 他的输球 这球出手呢 打成了投手前的滚地 转身之后 传向 一楼 一楼 那自己传得稍微高了 那因为传高了 郭富林必须跳 哦 天步也做完整哦 嗯 但出手的时候就高起来了 时间上也来得及 对感觉上是 还蛮充容的一个传球 对 那既然 内脚球之后呢 手套还在内侧 哇 哇 结果是一个三阵出局 这就是 王伯杰的内脚进了一点哦 富邦在第一局的攻势 留下了一三垒的残垒 整更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目光 哇 赏青月末是场上的焦点 王伯杰打第一球 哎哟 收球漂亮 精彩 投手下球 完成了这个刺杀 这球被扛起来 被扛起来 但是有机会防守 正常接杀掉了郭富林 好 这是 张育成的守备机会 三上三下的一局 还刚结束了在第二局的攻势 这球用切的在三不管地带 哇 滑接 有控制住吗 落地 落地 对 没有 打得很浅哦 王伯杰的 这个跑动速度相当快速 有点打在大拇指 手套的边缘 所以没有进到套园里面 这球打成了游击方向的滚地 棒子打断了 六 四 三 结果打出了双杀档 郭富林红的手套又在内角 哇 真的是挥棒落空 插棒被捕的三阵出局 富邦在第二局的攻势 没有得到分数 依然是0比0 好 打了一个冲天炮 这个飞球呢 滞空的时间比较久 中外野手盛浩伟 完成了接杀 第一球没有进到好球带 然后被打成了一个左中之间的落地安打 由捕手吴明红 打出了台刚 对战蓝力的第一支安打 再来一颗滚地球出现 四 六 三 的地平 那这是由中贤跟张玉成所测动的双杀手背 虽然是坏手走在前面 但是这颗球打在三壘方向收球之后的杜嘉明 确实的解决掉了林哲轩一出局 又要满内角 三壘方向 被捞中了 再传到一壘 一个半斗 还是 确实的接到了 哇 香蕉去年真的进不太多了 真的 就是 曾子佑的守备机会 那这个半局的攻势呢 互方是三个滚地球出局 三局打完 双方0比0 不管是压力也好 各方面都调整得很快 中外野方向有机会防守 皓尾完成了接杀 好 一壘方向收球了 那自己跑 没错 对 能够尽量的扫传球 就扫传球 翻过程 制裁了一包 解决掉了陈文杰 再来 直接进好球带 直接冻结了王伯荣的棒子 还刚在第四局的攻势 又是一个三上三下 双方还是0比0 这个内角球 稍微内侧了一点点 这球有机会 但是滚地球出现 4 啊 失误 失误 吴念廷在传球失误 现在造成了 连国城都上到了得分位置 上一次是投手 这一次是吴念廷 一出手就知道 没有扣好 这个手都开电机 哇 擦到了球皮 这是一个三阵出局 这球打得很好 打穿了第二点防线 第一分进照 哇 龚子恩的个人第二支的安打 把张育成给打了回来 龚子恩不容易哦 刚刚内脚拉得这么快 外脚高的位置还可以反方向的安打 两种不同的形态攻击啊 对啊 真的很强 马上改变击球的方向啊 这球打成了飞球 这个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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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接到 哦 曾子佑没有追到这个落点 形成了一个落地的巧打的安打 安江公下的第二分 没有打好 打在棒头上 最后因为是左打者打的左侧的球 所以有一个像左旋的一个轨迹 打进场内 慢速的滚地球 看三壘没有了 转身传向一壘 抓到了深浩尾 但是场上目前是两出局 这球出手了 落地的安打 而且这个安打呢 会带着 还有没跑哦 哇 不会吧 第二名跑着 带北风怎么会杀车 应该是看错指揮的动作 对 没出局 对 陪峰到三壘之后 他反而是滑壘 因为这个是两出局之后的安打 对 那基本上呢 对于脸上的跑者来讲 尤其是得分位置上的选手 应该都是 可以直接放轻大胆的冲 尤其这个角度 打出去就知道是贴着 右手的边形 而且一开始起跑的时间也很好啊 对啊 为什么会 这球打得也不差 左外野手 陆地的安打 这一分呢 真的把得到的第四分 终于得进来了呗 哇 真的真的 好不好 就是帮三壘的教练 或者是帮 陪峰刚刚刚的跑壘 解套 这球出手 一二壘之间 守球了 投手下球 比速度 内阳打 因为击球投了一圆是 往正常哦 那你转投 还在看有没有接到 基本上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只有下一次的投完球 发现球在这个位置 你就必须要重来 都看了一拍 就来不及了 对 他下球的逃速呢 绝对是赶不上 已经是奔起来的 王正堂 现在换上的是 乌伯薇 上来接踢投球 这一季呢 他是1.65的 每一局的倍上率 这球打成了 左中之间的 落地安打 而且这个安打球呢 会带着两分的打点 那同时 玉成也上到了得分位置 那两打带着了 两分打点 目光已经多下了一个 单局六分的大局 这一球 进手套 平飞球 但是呢被杜嘉明直接没收 富邦在第四局 攻下了一个六分的大局 张玉成站的位置 还是符合大流氓的规范 是现行的规范 这个中外野方向的飞球 距离不够 申浩尾就位了 完成了接杀 一出去 郭富玲他的 急球落点的大数据的话呢 应该也是左侧居多了 像这个球也是左侧 一个反弹之后 张玉成还是完成了 六传三的刺杀 三伸上 就转进好球带 这是一个三阵出局 藍丽这场比赛的第5K 台岗再度的三上三下 0比6 台岗落后 五右城现在上来接替投球了 这一季在义军呢 拿过一次的终极成功 六次的出赛 1.83的每局的倍上磊率 这种打了冲天炮 这个冲天炮呢 在游击的后方 曾子佑 完成了接杀 变化球失控啊 对 出手就偏掉了 这球打在投手前的软弱滚地 五右城选择传一垒 完成了刺杀 一队手收球了 但是投手下球的比较慢哦 由郭富林自己去采垒包 孔廉恩待会会打折圈的第9棒哦 打在 哇 董子安 哇 余耀飞在半空中 滞空时间很久啊 嗯 哇 随着瞬间 对 他腾空起来的那个瞬间 好像时间是冻结在那里 对 这不只要好的判断之外 整体核心的力量也要很强啊 嗯 打进场内了 这是一个平凡的滚地球 宗贤解决掉了 董平红 非常出去 软弱的滚地 投手下球下得很快 还是safe 哦 最后这个脚步哦 是左打的王博璇先一步地踩上了蕾包 好 这个飞球在中外野方向 身后也有守备的机会 三人出局结束了 还刚在第六局的攻势 留下的惨蕾 调度上来的短打 关键安打都在 在后段 打到了左外野方向 被王博荣给接近手套 一出局 到达台湾之前 他都还在打职业棒球 漏了一下之后 投手的下球够快哦 吴佑琼的积极补位 还是挡住了 宗贤的近战累位 他就摆在通道间的路上 好 宗贤的大弹跳 剑锋插针的安打 哇 这可以看到 曾子佑跟林家宏 两个人交错而过 但是呢 谁都没有办法处理到 王正常的中线滚地球 弹跳速度感觉是可以处理哦 但离身体很远 哇 真正看着他 弹过内野 现在满球数 王正常有先起跑的空间 但是四坏球保送 打成了一个制空时间比较久的 外野飞球遭到接杀 富邦在第六局的攻势 就是留下的残垒 好 打进场内 收球之后的国城 自己去彩垒包 解决掉了陈文杰 揮棒落空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的对决 那个球不打 有好球的空间 打了之后呢 是揮棒落空 很少劲啊 王波荣今天吞下了三张老K 第一天呢是一万五千多 好 这是中线的平凡滚地 瞧瞧玉成站在哪里 站在二雷雷包的后方 很顺利的解决掉了摩英 台刚在第七局的攻势 三上三下 陈伟浩现在上来接替投球 陈伟浩在这一季呢 拿过三次的中继成功 21场的出赛 孟子投了两局 打成了反方向的滚地球 搜球之后的曾子佑 解决掉了阿德 这球就打得很枪劲了 陈伟看到了 右头手眼镜就打起来了 这球就打得很枪劲了 陈伟看到了 右头手眼镜就打起来了 这球打得很平 但是被搜 传到二维 再传到一蕾 Safe 有李蕾接球了 哇 还是外角 依然忍不住 遭到三阵出局 富邦在第七局的攻势结束 留下了残蕾 6比0 还是富邦领先 那由张毅来接替投球 那张毅呢在这一季呢 三次的出赛 投了三局 但是呢 他两次拿下了后援胜 对 这球扛在左中之间 好 正堂有守备的机会 一出局 要走内角了 好 这只是一个飞球 在空中停留时间是比较久的 张毅成后退 喊开了外延手 由张毅成完成了接杀 稍微挤压 直接接杀出局 在这个半局 张毅呢 三个飞球制造出来 这也是他在牛棚第一次 投得非常干净的 三上三下的一局 林诗祥 是接替的投手 在这一季呢 他21场的出赛 1.45的每一局的倍上累率 所以换言之呢 他虽然没有制造出局 还是给了一个失误 那这个球就是内野冲天炮了 曾子佑的守备机会 接杀掉了正堂 这球出手了 这一球出手了 这一球 郭大强 张毅成 第三号的全力打 在这场比赛 在大巨蛋 最后的第八局 林诵秋波 8比0 现场大概是 沸騰到最高点 《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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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閉城堆挤 真的很爽快 真的 从萤幕上就看得出来 炸裂的感覺 哇 很震撼 一打出去 以一個轉播人員來講 你就知道那個球是留不住的 大腸是留不住這顆球的 哇 他真的擊中瞬間 畫面會說話 真的 我們再來感受一下那個炸裂的一擊 一扛出去 就知道有了 流暢的揮棒 今天他貢獻了四分大點 這一球也扛起來 飛行的距離 王柏榮 前前完成了接殺 這一球呢 扛成了一個飛球 一类手有機會 被二类手給喊開 由林佳宏在界外區完成了接殺 投手球上呢 現在換上了岳紹華 上來接替投球 岳紹華在這一季呢 是十六場的出賽 揮棒落空的三針出局 哇 精準的進來喔 走外角最後橫野角度很好 吸引出棒 海鋼 海鋼這場比賽 團隊也吞下了七次三針 揮棒落空的三針出局 這球中間方向的飛球是 是深浩維的守備機會 最後的接殺 結束了比賽 那這場比賽呢 最終就是富邦漢將 以8比0 擊敗了台岡熊英 在這個系列賽當中呢 是橫掃了台岡熊英 而且這一勝呢 也是富邦漢將 在近期當中的一個 連勝的狀態呈現出來了 那藍莉拿下了開槍投球的 第一場的勝利 那王柏傑呢 是吞下了本季的第二場的敗戰 勝利打點呢 是在四局後半攻下第一分的 董子恩 那這場比賽呢 部長打出了拳雷打 同時也貢獻了四分的打點 而藍莉呢 是七局沒有十分 只被打兩支 伊雷安打的優異投球 那到底是誰獲得 董子恩 飛越冰峰 我們是韓江江 鼓鼓山